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白山警方查处伪造亲子鉴定报告落户案 鉴定号真实存在 鉴定中心也真实存在 但是被鉴定人就被他们给头俩换住了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首先我们来关注公交条价 我们都知道长春公交车现行票价已经实行了近20年了 那公交车的票价关系到每位乘客的切身利益 也是市民们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 今天上午长春市就召开了一场听证会 拟调整空调公交的乘车价格 那我们的记者也参与了这次听证会 那么此次拟调整的具体标准如何 参加听证会的市民代表 对此次拟调整又有什么看法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票价调整有利于改善公交服务质量 我是公交车现行票价已执行近20年 第一票价与日益攀升的高成本背离 企业经营亏损状况逐年恶化 最后一次调整票价是80和160是02年左右 目前到今年的10月末 公交集团累计欠款已达到22亿7700万 主要的是社会劳动保险和住牌公移金 外加购车款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12月22日上午召开的 长春市空调公共气电车票价调整听证会现场 此次听证会共有25名听证会参加人 此次公交车票价拟调整范围为 长春市中心城区的空调公共气电车的票价 听证会上代表们还就未来长春公交的发展 表达了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我个人建议是涨价的同时也更要注重保持车内的环境卫生和服务质量 这样也能让消费者去愿意乘坐公交汽车 建议一天内多次乘车导车的可以给开发和相关的APP系统 听证会上相关政府部门还公布了包含优惠对象 优惠范围等在内的空调公交车刷卡乘车优惠办法 乘客使用交通联合一卡通成人卡乘车享受减免10%票款的优惠 乘车使用市民卡乘车享受减免20%票款的优惠 学生使用学生卡乘车享受减免50%票款的优惠 残疾人65周岁以上老年人优惠乘车政策暂时不做调整 优惠政策执行事件与我是空调车票价调整同步实施 运行服务标准 按照长城市城市公交客运服务质量评价办法 可以规定执行 同时我们还在听证会上了解到 公交车实行差异化票价 其实也是国内大中城市的普遍做法 随着新能源公交车普及率不断提高 国内大中城市公交车除个别城市外 都已经实行了差异化的票价制度 普通公交车票价一元 空调公交车票价两元 在现场听证会代表也全部同意了 长春市空调公共气电车票价调整方案 守望都市程翰王威报道 那说完了公交票价的调整 接下来我们来说教育 最近几年由于学位紧张 长春市各区陆续发布了学位预警 前段时间我们的节目就报道了 长春新区的明达学校 英才学校等七所学校 发布的学位预警信息 那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呢 日前长春市二道区也发布了这个学位预警 那具体涉及到哪些学校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 继长春新区 长阳区陆续发布学位预警后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政府网站 发布了二道区2021年中小学招生工作学位预警 根据前期对适令儿童少年声援摸底情况 结合学校学位资源及以往年度招生实际情况 长春市二道区实验小学 长春市二道区远达小学 长春市二道区新泰小学 长春市二道区开封小学 及长春市第52中学五所学校 声援数量已经超出2021年拟定的招生计划数量 现象全区百姓适令儿童少年家长发布学位预警 对此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家长 适令儿童少年入学学区学校时 应当符合两个一致原则 同时在考虑学区房时 也要谨慎购房和落户 及时到区教育局网站 关注学位预警信息 首网都市冯帆名利报道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提醒适令孩子的家长们 2021年长春各区的教育部门 将继续遵循两个一致原则入学 就是适令儿童少年的户籍 应与其父母户籍一致 户籍地址应与其实际居住地址 及父母的房屋全署证明一致 提醒各位家长 一定要按照两个一致原则 提前做好各项准备 我们说起户籍 包括出生落户 亲属关系证明 户口不守 自申领等等这些业务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为了方便大家办理这些业务 最近我省实现了20项户籍业务全省通办 也就是说今后大家在办理这些业务的时候 就可以就近办理了 12月22日 记者在省公安厅护政管理总队了解到 我省目前已经全面实行了 20项户籍业务全省通办 主要包括了出生落户 婚姻状况 亲属关系证明 户口不首次申领 户口不丢失不灵等多项公安户籍业务 关联了出生医学证明 婚姻登记证等信息的公安大数据资源库 所有的派出所的户籍民警都可以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中 能够实时查到这些社会资源 简单来说 全省通办以后 群众无需回户籍地派出所 可就近就变申请办理 户籍民警通过网上核对社会数据资源 网上调用户籍地派出所签章 打印户口部半截业务 据介绍 自9月1日试点运行以来 我省各级公安机关 已经共计办理了全省通办户籍业务4232件 守王都市程翰广威报道 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报道了 长春的张先生与几位好友一起到一家 名为通济港式打边炉的饭店就餐时 一氧化碳中毒 好好的聚餐吃到了医院里面 我们也了解到 虽然电方当时进行了处理 但是张先生并不满意 针对此事 今天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律师 一起来听听律师的说法 12月21日 守王都市节目中播出了 长春市民张先生在饭店包厢里吃饭 结果吸入过量一氧化碳 导致中毒昏迷的事件 清醒过来之后 然后我是戴着氧气面罩 通过向朋友询问 我也了解到 我们是因为在饭店就餐时 吸入过量的一氧化碳 中毒 这儿的话才导致的昏迷 我希望饭店的经营者 承担起自己应该尽的义务 对我们已经产生的费用 和未来治疗的费用 进行承担 随后记者来到了 当时张先生就餐的 创意录与超然接销会的 通缉港式打边炉了解情况 说这屋冷 我说这屋不能开 不能关门 结果我去了五六趟 去哪趟去都把门关上 首先第一点就是 我该花的钱我花了 我该承担的 我肯定不会投币 有医组 医生告诉我 说你需要没问题 我没有一个依据 我应该负责到哪一块 张先生的诉求是否合理 商家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针对此事 记者也咨询了 吉林良治律师事务所的 马俊奇律师 冬季天气寒冷 也是一氧化碳中毒的多发季节 那一氧化碳中毒会有哪些症状 又应该如何急救 我们来听一听医生的建议 一般轻症患者会出现头晕 恶心 心悸一些不适症状 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皮肤樱桃红色 当发现一氧化碳中毒的时候 首先要将中毒者搬离 之后松开他的领口 建议到究竟医院去检测 太阳血红蛋白浓度 有必要的时候要进行高压氧治疗 一般情况下 二到六十天之内都可以的 会发生一氧化碳中毒 齐发性脑病 那么就建议在这个时间段的 要密切观察 守望都市张萌富强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国内新冠疫情方面的消息 自从辽宁省大连市 12月15号出现新冠肺炎 阳性感染者以来 大连市对于重点地区人员 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排查 经过排查 目前又发现了六人核酸检测 结果呈阳性 经诊断六人均为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大连市累计报告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 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 本地无症状感染者12例 记者从辽宁省卫生健康委 官方网站了解到 12月21号零时至24时 辽宁省新增两例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属普通型病例 新增六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均为大连市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情况为 潘某女36岁 地址金浦新区 京润小区壁区 系之前确诊病例 张某的妻子 与丈夫共同经营菜馆 12月18号 作为密切接触者 转运至集中隔离酒店 当天采集烟柿子 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12月19号第二次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 随即转入辽宁省新冠肺炎 集中救治大连中心隔离治疗 经临床诊断为确诊病例 普通型 孔某女62岁 县驻大连市金浦新区 光中街道东升街 12月19号 对重点地区人员 进一步深入排查中 发现其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随即转入辽宁省新冠肺炎 集中救治大连中心隔离治疗 经临床诊断为确诊病例 普通型 今天吉林省卫生健康委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通报 2020年12月22号公布 截至12月21号24时 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全省连续148天 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提醒广大群众 要坚持外出戴口罩 勤洗手 长通风 保持社交距离 不聚餐 不聚集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如出现发热 咳嗽等急性呼吸道症状 要及时到当地定点医疗机构 发热门诊就诊 守王都市报道 长春市民卡邀您畅游冰雪节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鹤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东风本田新CRV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处讯银行 吉利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 零下9到零下2摄氏度 白城请零下14到零下4摄氏度 松圆请零下14到零下7摄氏度 四平请零下10到零下2摄氏度 辽园请零下12到零摄氏度 吉林请零下7到零上1摄氏度 通话请转小雪 零下13到零上2摄氏度 白山请转小雪 零下15到零上1摄氏度 延吉请转小雪 零下12到零上1摄氏度 长白山请转小雪 零下17到零上1摄氏度 长春多云 零下9到零下2摄氏度 金龙鱼农香奔榨熟豆油 小时厚的豆油香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老泥叫芝麻香白酒 东北价酿茅台品质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Nune Nissan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00斤男子卧床两年 无法自理病情危急 又没裤子 四处求医 屡屡碰壁 记者帮忙联系三甲医院 多学科会诊 多部门合作 超重男子 成功转运入院 运到这个医院之后 都是这个绿色通道 尽可能的 提供最大的一种活动 会用一个正常的一种生活 超重危机 守望都是今日关注 德惠永生村一线建文 筑蚕带货 打造美丽乡村 通过实际能力的运训 就是会转问村 增加害怕的残疾 增加害怕的残疾 就手能动的 身体是根本的 我没事走得推定去 这边要推定 我们就到处了 白山警方查处伪造 亲子鉴定报告落户案 鉴定号真实存在 鉴定中心也真实存在 但是被鉴定人 就被他们给头脑换住了 本栏目由清血八位片 国药清凤 血血好 心脑好 特别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首昂都市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认识一位 90后的第一书记 2019年 郭一昂成为了 德惠世永生村的第一书记 他通过职业培训 让村民又掌握了 一技之长 增加了村民们的收入 那不仅如此呢 因为永生村的这个地理位置 只是紧邻公路 郭一昂还因地质疑 将永生村打造成了 远近闻名的 美丽乡村示范村 他的到来 让村子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正在帮助 贫困户带货的人 就是德惠世 惠发街道永生村 驻村书记郭一昂 他可是一个标准的90后 虽说年轻 但是他脑子活 眼界宽 2019年 来到永生村之后 就开始因地质疑的 来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带来了多期的职业培训 通过职业能力培训的 就是为咱们村民增加大家的菜气 增加大家的输入 所以2019年以来呢 我们累计开展了14期培训本 共培训了712年次 除了种地 郭一昂通过职业培训 让村民又掌握了一技之长 从而增加收益 网络平台上人称草帽哥的人 就是郭一昂 手把手培养出来的 网红手艺人 侯振发 搞一个草编培训 说你参不参加 我说我能干了吗 我一个高位街坛 就手能动他 身体根本不可能 没事走 我推着你去 就这样推着我的轮椅 就到村部 一看人家摆的那些东西 都是用宝米叶子编的 一问价钱 这个价钱还挺让人惊讶的 还挺好卖 然后我说试试吧 然后就从试试开始 就走向 所说的也算是成功吧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就让侯振发脱了贫 同时还创办了 手工编织合作社 实现了一人创业 带动八户就业的倍增效应 部分村民脱了贫 郭一昂又开始 对村荣村贸下起了功夫 由于永生村 仅邻102国道 距离德会市车程 只有10分钟的时间 所以郭一昂看到了 乡村旅游所带来的利润 永生村有个水库 占地8公斤 同时咱们还有将近 10万平米的草弹堂 还有个小荷花池 还有个小鱼塘 就资源了 有乡村旅游的这个潜力 前前后后咱们是 花费了两千四百 五十一万 两千多万元的投入 永生村的路变宽了 围墙样式统一了 三个牌坊 也成为了地标建筑 村民们在村里的 两个小广场上 也找到了另外一种快乐 它原来就是一个废弃的大坑 我的协调之下 它变成了运动式的广场 大家很久来这玩 在郭一昂的带领下 永生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六栋花卉大棚 一年增加集体收入五万五千元 引导承包户实现纯收入 二十四点七万元 贫困户参与的庭院经济养殖 也给他们带去了三千元的收入 贫困村光伏项目 经过两年的建设 每年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两万余元 如今永生村 八百三十二户人家 全部脱贫 在夏沉市体育广场旁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凤凰雕塑 郭一昂也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 国家的好政策 可以让永生村 如同这个雕塑一样 一飞冲天 蜀王都市 张默 星南 德惠市报道 四百斤男子卧床两年 无法自理 病情危急 四处求医 屡屡碰壁 记者帮忙联系三甲医院 多学科会诊 多部门合作 超重男子 成功转运入院 运到这个医院之后 都是这个绿色通道 尽可能的 提供最大的一种可能 会被一个正常人的一种生活 超重危机 守望都是今日关注 12月25号 第五届吉林国际冰雪产业博览会 即将起目 那在雪博会期间 作为分会场的吉林省博物院 日前推出了相关的系列展览 喜迎八方宾客 套圈游戏机 沙包 嘎拉哈 这三种游戏有没有唤醒 电视机前的您的一种童年记忆呢 那我现在位置啊 就是在吉林省博物院 为了助力即将到来的雪博会呢 吉林省博物院也新设四个展览 那我现在呢 就是在其中的一个名叫 吉林省冬季娱乐民俗展的展览 那据了解呢 本次展览也将于明日正式对外开放 第一部分呢 就是指这个挤上游 就是现在也叫桌游 炕桌上玩的这种游戏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房间系 就是可以在院子里 可以在小巷里进行的一些传统的游戏 比如跳皮筋啊 跳房子啊 吃口袋这些 那第三部分呢 就是吉林省特色的这个冰雪的一些娱乐项目 那第四部分呢 就是对我们吉林省博物院 这些年关于冰雪提侦的一些文创产品的推荐 通过对这些文物和展品的复原 也让广大参展市民了解了展品来源和民间文化 激发了80后90后对时光的追溯和情怀 据悉 雪博会期间 吉林省博物院也将举办以国风国运国潮 为主题的吉林冬季文博资源博览会 全国百余家文博单位 也将在场馆进行集中展示 举办展会呢 就是一方面是 正常我们这个冰雪这个题材文化 一方面呢 辨认于我们吉林人民 不用走出吉林省 长春人不用走长春市 就能了解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的一些 那个产品的东西啊 包括一些历史文化 首网都市赵新公磊报道 12月29号 第19届中国长春静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 将在长春静月潭静月雪世界开赛 目前呢赛事各项筹备也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那今年的比赛在赛道上 与去年有了一些变化 而且啊这个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比赛的新方式 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第19届中国长春静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的筹备现场 那么在12月29日呢 将有550余名选手呢 在这里激情开赛 而此次比赛呢 也将与第七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呢 同时举行 目前呢赛道铺设工作呢 已经完成了50%左右 预计12月27日完成赛道铺设工作 今年瓦萨国际滑雪节呢 我们是开启了线上线下两种比赛的形式 在线下呢 我们共邀请了这个国家越野滑雪队的越野滑雪运动员 以及大众越野滑雪的爱好者和在华的一些外籍选手 参与到本次比赛当中 我们这个雪道是全长25公里 然后整个雪道宽呢 平均在4米左右 整个雪道的厚度在20厘米左右 长春静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呢 如今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 今年是第19届 那已经从一个单一的体育赛事发展成 兼具中性万物化特色的大型节性活动 可以说为我们长春市增添了无限的冰雪活力 今年的比赛包含世界罗佩特滑雪联合会巡回赛中国站50公里比赛 瓦萨滑雪节越野滑雪长距离50公里大赛 全国大学生25公里长距离赛等6项专业赛事 为保障活动顺利成功举办 对今年的比赛赛道进行了修改 避开跨越金月潭景区西环潭路 长度坡度均符合比赛技术要求 参赛运动员及滑雪爱好者将共聚于此 释放冰雪魅力 守王都市加鲁宇峰报道 为了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 长春市教育部门特别为全市中小学生 创编了一套冰雪健身操 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冬奥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昨天长春市多所学校同时进行了冰雪健身操的活动 让孩子们开心跳操感受冰雪 上午9点长春鹤行实验学校校园里传来了欢快的音乐声 4000余名学生正在整齐地坐着冰雪健身操 同时参加冰雪健身操活动的 还有长春明珠小学的1400余名学生 伴随着响亮的口号和欢快的音乐 孩子们成为了冬日里一道特别的风景 就是不仅能让我们大课间的活动与众不同 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 体魄越来越好 能出来锻炼锻炼身体 呼吸呼吸心向空隙 感觉心情特别好 在外面坐操一起锻炼身体 我感觉非常开心 这次冰雪嘉年华活动 在开展以来 我们学校开展了雪地足球 冰湖 轮滑等多项体育项目 我们组织本次活动 使学生们劳逸结合 身心愉悦 在今后我们会陆续组织相关的冰雪项目 让学生们更加热爱和喜欢这项体育运动 记者了解到 本次百万学子同跳冰雪健身操活动 包括全长春市各中小学校 主要是为了助力2020年北京冬奥会 这套冰雪健身操不仅源自冰雪 更具有全民健身价值 12月21号 省委政法委向社会发布了 政法机关加强办案制效管理 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的相关举措 并牵头制定了 关于加强政法机关办案制效管理的意见 12月21日下午 省委政法委召开新闻通计会 向社会公布政法机关加强办案制效管理 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相关举措 建立政法举报平台 统一受理设法设诉信访 设黑设恶线索 政法干警违纪违法等问题举报 在会议上还指出 要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智能欲物公开系统 欲物公开公视栏宣传栏等平台与渠道 分别对社会公众罪犯亲属 及罪犯三个群体公开刑法执行事项和信息 邀请代表委员视察调研 回访阿建当事人的方式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通计会上还介绍 如果群众有设法涉诉信访 涉黑涉恶线索 政法干警违纪违法等问题 可以通过省委政法委建立的 政法举报平台进行举报 举报电话为 同时还可以通过举报信箱 电子邮箱 亲自信房等方式进行举报 2020年长春市强师计划再次启动 本次招聘共有78所公办学校 提供217个专业技术岗位 以招聘公办教师277名 具体的报名时间和要求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2020年长春市强师计划再次启动 本次招聘共有78所公办学校 提供217个专业技术岗位 以招聘公办教师277名 本次招聘面向多所大学 包括华东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的 2021年应届毕业生 报名时间 2020年12月22日至12月25日 人寿部门咨询电话0431-8852-1577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安排 由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组织的 2021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将于2021年3月27日至3月29日进行 报名时间 2021年1月3日9点至2021年1月19日16点 根据相关管理政策要求 长春住房保障微信公众号 从即日起停止更新 住房保障工作相关信息 会在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微信公众号及长春市房产信息平台 进行发布 长春市部分区域燃气安检 具体安检时间12月21日至27日 安检区域有建设街 西安大陆 青云街 西民主大街 白山胡同 北安路 白菊路 花园街 首网都市编辑报道 400斤男子卧床两年 无法自理 病情危急 四处求医 屡屡碰壁 记者帮忙联系三甲医院 多学科会诊 都部门合作 超重男子 成功转运入院 运到这个医院之后 都是这个绿色通道 尽可能的提供最大的一个可能 会为一个正常的生活 超重危机 守望都市 今日关注 白山警方查处伪造 亲子鉴定报告落户案 鉴定号真实存在 鉴定中心也真实存在 但是被鉴定人 就被他们给头疗换住了 移动云 5G时代 您身边的智慧云 本栏目由清血八卫片 国药清哄血 血好心脑好特别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现在直播的首网都市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 043189089000 0431963890 或者首网都市官方微信平台 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 最高可以获得千元现金奖利 按理说 做亲子鉴定程序是极为严谨的 可是下面这则新闻 可能会刷新大家的认知 因为亲子鉴定居然也可以造假 前段时间 白山警方就查处了一起 购买使用伪造亲子鉴定报告的落户案 那么犯罪嫌疑人 到底想通过假的亲子鉴定报告 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法利是白山市江源区公安局 孙家铺子派出所的户籍内勤民警 11月份 他和往常一样在做户籍资料归党工作时 发现其中有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有点不正常 这个鉴定吧 首先来讲 他的那个鉴定字号不是很清楚 然后他的那个工章呢 也是不清楚 嗯 有一点模模糊糊的 我就给那个北京鉴定中心 他顶上有电话 我就跟那个鉴定中心的技术人员 打电话 核实 经过该公司的核查和鉴定 最终发现 这份亲子鉴定是伪造的 并且伪造手段十分粗糙 鉴定文书格式 受理日期等信息均不对 经过跟他们核实 鉴定号真实存在 鉴定中心也真实存在 但是被鉴定人 就被他们给头粮换住了 在了解情况后 民警发现 该业务是居民于某利 在被二女儿王小某 办理落户时 所出具的相关证明 而该证明来自于 余某利的亲属 张某英 民警随后将二人 口头传唤至派出所 展开进一步调查 经调查得知 今年八月份 张某英远在山东的亲属 王某找到张某游城 因为高考的原因 想把自己女儿 王小某的户口 落到江源区 因来往不变 全权交给张某英代理 民警介绍 动了歪心思的张某英 经过多方打听后 想出了在网上购买 伪造亲子鉴定报告 并伙同亲属于某利 将王小某 以二女儿的身份 落户到于某利户口上 从而达到目的 让王小某 能够在吉林参加高考 期间张某英先后收取 王某人民币八千余元 用于办理此事 其中包括购买 伪造亲子鉴定报告 一千五百元 张某英收取 好处费六千元 于某利收取好处费五百元 目前白山市江源区公安局 依法分别对张某英 于某利做出行政拘留 十三日并处罚款 七百元的处罚 同时收缴二人的 违罚所得六千五百元 首网都市战斌海波 白山市报道 冬季路面情况复杂 是交通事故的高发期 而校车的安全 更是重中之重 为了确保师生出现安全 近期吉林省公安厅 针对各学校的校车进行了排查 并对检查出的 九辆逾期未检验校车 及其所属单位进行了曝光 为切实加强校车交通安全的管理工作 预防和减少校车发生交通事故 近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多数病举 深入到校园对校车进行排查 并通过交管平台的比对 限使命值曝光 九辆逾期未检验的校车 校车承载着老师和学生的出现安全 在做好日常维护的前提下 必须确保安全技术良好 如果校车本身在规定时间内 没有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 将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近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在对全省各学校排查时 就发现九辆逾期未检验的校车 并予以曝光 交管部门提示 以上校车所属单位 要及时对车辆进行检验 以达报废年限的车辆 要自行采取报废处理 相关驾驶员要严格履行职责 严禁超速超赛行驶 各学校也要承担起监护责任 严禁租用黑车接送师生 一旦围挥行驶 交管部门将按上线出发 双都市 王磊 海军八大 四百斤男子卧床两年 无法自理 病情危急 四处求医 屡屡碰壁 记者帮忙联系三甲医院 多学科会诊 多部门合作 超重男子 成功转运入院 运到这个医院之后 都是这个绿色通道尽可能的 提供最大的一种可能 会有一个正常的一种生活 超重危机 守望都是今日关注 2019年 长春的王先生在硅谷大街附近的 一家洗车行 办理了2000块钱的洗车卡 采洗了十几次 今天9月份 王先生却发现 这家洗车行关门了 那经过多番的打听 王先生得知 洗车行的原版人马 又在附近重新开了一家店 可是当他找到新店 想要退卡内余额的时候 却被告知 退不了 我去年夏天的时候 在冬至家 花了2000左右 办了一张洗车卡 当时销售是这么说的 交2000块钱之后 他每次刷车 他罚你99块钱 2000块钱是刷22% 刷完为子 但是刷了13次 之后他就搬家了 我们就找不着他了 王先生表示 现在卡里余额 还有700多元 经过多方打听 得知这家洗车行 在硅谷大街 开了一家新店 便找到了商家沟通 要求退钱 可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三个月之后 在硅谷大街又找着他了 跟他讲刷车的事情 经理说啥呢 我们现在就不管了 因为我们接手 不管这账目 我们不给你这个钱 我说你是 宗志家车的名 你还在这挂呢 银马你也是原来的银马 管家和收银员 我都印上 你怎么就不承印呢 我不信他了 你宗志公司 你骗银吗 你把钱罚我 那么王先生反映的情况 是否属实 记者陪同王先生 来到了位于 硅谷大街附近的 中置家车修配厂洗车行 见到了当时 给王先生 做汽车服务的员工 那个店是广了吗 还是怎么的 这边目前是承载 中等家车业务 办卡不是打我办 我只不过是 正常给客户做服务 然后我是给 那个大哥这边做服务 只不过这边 我查了信息 我给领导报信息 具体情况 这边领导就可以 做出相应的调节 以及解决 针对王先生反映的情况 该如何解决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 洗车行的负责人 我这边有这个哥的 这个信息 然后刚才给系统掉了 原来的中置家车 他办了一个活动 一年之内 洗20次车 这个卡的唯一一个特点 就是他有时间线 有效期到2020年的 3月12号 当时有没有那个合同 约定什么时候过期 或者明确告知 那就看大哥这边 有没有合同了 当时那个办卡的 工作人员还在吗 已经离职了 王先生表示 当时双方只是口头约定 并没有落实到合同中 针对王先生反映的情况 洗车行给出了解决方案 王先生并不认可 商家的解决方案 并将问题投诉到了 消费者协会 消息工作人员表示 针对王先生投诉的情况 已经记录 近期会有工作人员 与王先生取得联系 案件一旦受理 会对双方进行 进一步的调节 成都市民李女士说 连续的几笔境外交易 都发生在12月17日凌晨 发现不对劲后 他立即致电银行 并前往派出所报案 而就在这时 有着同样遭遇的 谢女士也来报案 几乎是同一时间 储蓄卡被盗刷 两人的共同点就是 他们都参加了一家 洗车店的一元洗车活动 在该洗车店的 POSE机上 刷过银行卡 根据辖区派出所 接到的报案情况 参与了此次 一元洗车活动后 银行卡被盗刷的人 还不止李女士 和谢女士两人 就在记者采访时 有车主接到了 银行打来的电话 然后我们现在 已经对您的账户 进行了一个紧急处理 然后也在联系客户 请客户到银行卡 办理一个换卡的手续 这样是最安全的 一个叫陆海波的帅哥 李采访他是银行的 工作人员吗 这个我就没有在意 他拿个POSE机来 然后问我这个活动 你搞不搞 他这个活动是他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客户刷一块钱 然后可以享受一次洗车 现在大概参与了这个活动 在银行刷了 卡的车主大概有好多位 190个 就在有车主反映 储蓄卡被盗刷的情况后 该洗车店内的POSE机 已被之前的销售人员拿走 洗车店老板 也在配合警方展开调查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前天在湖北实验的一个景区内 发生了惊险一幕 一个热气球突然起火 好在起火的时候 它已经落地了 索性工作人员迅速灭火救援 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起火原因 竟然是一位乘客 私自拉动点火装置引起的 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视频 景区内热气球突然起火 工作人员紧急扑救 他就觉得好玩 他就在 他就没有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他私自去拉了那个点火的按钮 他那个火把那个热气球的旁边 那个绳子给点着了 因为热气球它本身它是阻燃的 大概是在40秒左右 已经全部处置完成了 那这个会追究他的责任吗 一个游客他当场他就跑掉了 要我说呀 这得亏是没有发生大事故 要不然你还能跑得了 再看下面这个孩子玩的也挺惊险 小脑袋瓜卡在健身器材里 是上不去也下不来 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 一边安抚孩子 一边用电锯切割器材 一顿操作猛如虎 孩子平安被救出 以后玩耍多谨慎 家长看护多赏心 再来看这个女孩 人家玩的不是惊险 而是心动啊 给男友制造了一个惊喜 女孩穿着婚纱 等在马拉松赛场的终点 打算给参加完比赛的男友 一个惊喜 这万万没想到的是惊喜未遂啊 男友因坚持不住 背跑完全程 早早的就回家了 白等一场啊 这只能怪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 要不然这男朋友爬 也能爬到终点呢 大伙说是不是 最后来看一个奇葩的小偷 连续多次盗歇衣服被抓 可他却表示自己很冤枉 有苦衷 就是我过年有关口 他给我看手笑 我后来 这美国都没有了 让女鬼缠身 或者就是让我偷衣服 收了很紧 女子表示自己找大仙看相 对方表示自己需要偷衣服 才能治病 为什么我要偷带忙的 还有偷一身小儿的衣服 还有才小儿的鞋垫 这无知才是最难治的病啊 目前女子已被依法刑拘 四百斤男子卧床两年 无法自理病情危急 四处求医 屡屡碰壁 记者帮忙联系三甲医院 多学科会诊 多部门合作 超重男子 成功转运入院 运到这个医院之后 都是这个绿色通道 尽可能的 提供最大的一种可能 会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 超重危机 守望都市 今日关注 本栏目由清血八位片 国调清后血 血好 心脑好 特别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 043189089000 0431963890 或者守望都市 官方微信平台 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 最高可以获得千元现金奖励 上周我们的节目当中 报道了体重高达 四百多斤的侯鹏 由于过度肥胖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新闻 那接到侯鹏家人的求助 我们的记者帮助他联系了医院 经过三天的准备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通过多学科专家初步会诊 成立了相关的治疗小组 昨天下午 经过院方的协调 长春市急救中心 也派出了120救护车 将侯鹏转运到了医院 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侯鹏家的时候 他已经自己起身坐在床边了 今天的侯鹏 精神状态不错 直到有医院能够接治他 自己距离恢复为正常人 终于迈进了一步 侯鹏的心情好了很多 为了保证转运时的安全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联合了协作单位 长春市急救中心 派出了专业的120急救车 医护人员撤掉了车上的搬架床 腾出了更大的空间 为侯鹏扑放了垫子 不仅可以让他躺下来 还可以为他助力上车 经过所有人的努力 侯鹏终于被转运到了吉林大学中日医院 由于过多的运动 使侯鹏呼吸困难 所以今天他只能做简单的检查 既然接至了他 院方就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运到这个医院之后 我们的在疫情期间 我们的这个核酸检测都是要做 但是呢都是这个绿色通道 目前侯鹏已经入住院方的 减重代谢外科 等到他身体状况好一些 根据专家会诊的结果 就可以开始系统的治疗了 首网都市张默新的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热点新闻 今年的3月30号 四川省梁山州西昌市 京九乡和安哈镇交界的 皮加山山起处发生森林火灾 在救援过程中 因火场风向突变 风力陡增 飞火断路 自救失效 致使参与火灾铺救的 19人牺牲 3人受伤 事件发生以后 四川省成立了调查组 昨天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对外公布了事件的调查结果 经查梁山州西昌市330森林火灾 起火之间原因为 110千伏马道变电站 10千伏电台线 85-1号电杆架设的 1号导线预流引流线 长约1.9米 受特定风向锋利作用 与该电杆横担支撑架 爆沽搭街 形成永久性接地放电故障 时长16分钟03秒 造成线体铝制金属融融 绝缘材料起火燃烧 在散落过程中 引燃电杆基部地面的杂草灌木 受锋利作用 蔓延成灾 经西昌市330森林火灾事件调查组 报省政府批复同意 对西昌市马道供电所 农网综合组马道骗区组员 兼10千伏电台线施工现场安全员 一人涉嫌犯罪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梁山州安宁供电公司等六家企业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对梁山州安宁供电公司 马道供电所等相关企业的 16名责任人员 给予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 以及经济处罚 经省纪委监委审查调查 并报省委同意 决定责成梁山州委州政府 西昌市委市政府等12个单位 做出深刻检查 并认真整改 对州市镇及相关单位的 25名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 依规依计依法进行追责问责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近日神州10号返回舱 从北京平安运地韶山 今后将长期落户湖南 在韶山毛泽东统治纪念馆进行展览 神州10号返回舱长约2.6米 直径约2.4米 重达两吨多 舱内大部分设备 基本保持着着陆时的状态 进入大气层时 灼烧的痕迹清晰可见 为了将这个精密的大块头平安运抵湖南 12月18号 神州10号返回舱 在他的出生地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直接装车起运 相比神州系列的前辈们 神州10号虽然个头差不多 却是集中家所长 技术状态更加成熟 从神州1号包括到神州9号 咱们都一直在改进一直在改进 到神州10号的话 基本上就是比较成熟了 2013年6月11号 神州10号飞船搭载着三名航天员出征太空 载轨飞行15天后 成功返回地面 这是我国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 首次进行应用型飞行 在轨飞行期间 神州10号与天空1号实现自动交汇对接 航天员王亚平 在聂海胜张小光的配合下 还为全国6000多万中小学生 进行了太空授课 神州10号任务的完成 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 全面进入空间实验室 和空间站研制阶段 本次返回舱落户韶山 将作为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重要展品 与馆内其他航天文物及模型形成呼应 长期供游客参观展览科普宣传 每年接待的观众有五倍万余人次 他可以将寒天精神和伟人固定的恒适文化 深度迎合 首次报道 前几天在广州黄埔的一家商场内 一名女子正坐在座位上打游戏 背后有一名男子是一直徘徊在他的身边 周围的人都以为这是他的男朋友 而接下来这个男子做的动作 让周围的人是大跌眼镜 视频中身着深蓝色上衣的男子 正站在一名打游戏的黄衣女子身后 时不时往女子身上靠过去 一个女的在桌子那里嘛 然后他就在那里 我会叫他站 别人都以为是他老公 徘徊了一阵子 男子确定没人注意到这里后 画风突变 只见他步步逼近 左手顺势下移 眼看就要与女子发生接触了 他究竟要做什么呢 通过监控可以看到 男子用下体接触到女子的左手后 女子马上就发现了该男子的下流举动 记者从黄埔警方获悉 嫌疑人曾裸露下体 触碰视主背部和手臂 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全国销量遥遥领先的知识村奶 长知识啦 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 新的自美 品质生活 好运牛肉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一汽马自达CX4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看福克生宝宝做月子 到博大喜宝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 零下九到零下二摄氏度 白城 请零下十四到零下四摄氏度 松圆 请零下十四到零下七摄氏度 四平 请零下十到零下二摄氏度 辽园 请零下十二到零摄氏度 吉林 请零下七到零上一摄氏度 通话 请转小雪 零下十三到零上二摄氏度 白山 请转小雪 零下十五到零上一摄氏度 延吉 请转小雪 零下十二到零上一摄氏度 长白山 请转小雪 零下十七到零上一摄氏度 长春多云 零下九到零下二摄氏度 凯易汽车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黄正有线肉一贯好品质 黄正食品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广气传奇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又到一年攻暖季 守望都市再次出击 通热吉察队第四季 全面升旗 守望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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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略吉察队 四字组记者 深入全省各县市中 白竹市 金河市 和公主领市 龙盛 走小区 往热起 哪里不热 去哪里 公主的主管 应该是达到65度 吉察范围 覆盖全省 才能口碑 全网发布 公热难题 吉察队帮您 一查道理 线索正经电话 0431963890 本栏目由清血八位片 国药清后血 血好心脑好 特别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网友在网络端 跟我们的留言 首先来看玲瓏说 说公交车要涨价了呀 我觉得一块钱挺好的 可别涨了 还有网友说呢 这个空调公交车 票价涨就涨吧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 不需要的 这个空调的时候 也是两块钱吗 还有这个群主说 虽然有车 但是平时也经常 坐公交车出门 因为便宜 还不用找车备 就是有时候 等车的时候 会耽误时间 那好了 今晚您到这里 就结束了 稍后的经典剧场 将继续播出 家庭大戏 有你才幸福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